我们留好这个针术以后 现在就开始织 先织这个凹进去的这个弧度 第一针 因为我们一针不好织 我们第一次开始 这织两针 织两针以后就翻过来 实际上这个就是 通过织引拔针的形式 来织出这个弧度 我们这回引拔针呢 采取这个得势引反 就是不用挂线了 不用在这针上关线 直接这么翻过来 顿紧了 完了就这么织就行了 因为我们这边要缝合 所以第一针要织的 因为我这边 我还要织两个边针 所以我这儿呢 我要织这样的这个 上下针 这个时候我们再织两针 用这得势引反 这样转一下 完了你这个引反 这针就一块织 这种引反好在哪 直接织过来 直接就削掉了 直接两个一块织就削掉了 中间这一段呢 是我留的那个针数 就不用做引反了 现在这边已经做好了 你看它这个弧度已经就出来了 就是这种弧度一定要注意 让它弧度的过去要很自然 要很自然 现在呢你也可以从这边呢 直接织到这边再一针一针一针做 你也可以呢 这边呢 加一根线 从这开始织织织织织 织到这以后把线织回来 最后用这根线整个在织上都可以 我们现在这边呢 我单拿了一根线啊 这个时候我就单拿一根线这么织 这边的这个引反呢 也用德式引反也是这样 给它顿紧了 顿紧了以后往回直 这个时候你看 插也是直接这么插过去就行了 这样 一直按着记号扣把这边织完 现在我们这边这个弧度也织完了 这个线呢 正好在这边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用这边这个线啊 这边这个线嘛 你看这儿 正好这儿是那个最后那次引反 我们用这边这根线 给它进行削 好像削过去就行了 现在我们前面这个弧度就织出来了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么一个弧度